特朗普接受采访时把沙特和韩国拎出来 说他们已经向美国支付了10亿美元和5亿美元 他实际上是要把这两个国家向其他的盟友来推荐 以他们为榜样 他实际上是向外界透露出这样的一个信息 韩国沙特很积极为美国的驻军买单 支付了很多钱 你们都应该向他这两个国家学习 实际上他是想向他的盟国表示 美国今后派驻军队在安全上保护你们 不是免费的 是收费的 而且费用越来越高 这是他向外界传达出来的信息 那么美国众议院阿玛什批评特朗普 认为他这是卖军的 我想这恰恰是反映出了美国国内建制派和特朗普 在美国驻军 驻外军队的费用问题上 美国和盟友的关系问题上 存在的越来越深的分歧和矛盾 特朗普认为 美国的驻军不是免费的 是需要收费的 而且收费对缓解美国的财政赤字是有好处的 而且这也是特朗普在竞选中 一再表示的一个立场 我想在今年进入大选年 特朗普在这个方面 他还要大张旗鼓的去宣传他的这种主张 并且在实践中加以应用 那么建制派认为他这样做 是会疏远美国和盟友的关系 使得美国成为一个孤家寡人的境地 所以我想在今年大选中 双方围绕的美国驻军费用问题 美国与盟友的关系问题 如何来处的问题 我想会是今年大选的一个 双方不断争执辩论的一个焦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健康的16位